大家好 如是我聞 這次這個如是 我聞真的請到呂王說一句 令到我都百思不得其解的兩個現象 這個真的要聽聽 聽了之後我想你廢盡腦汁都想不到為什麼 真是只能夠相信這個世界上 真是還有些東西是我們不懂的 我們沒有或者用理性去清楚和解釋得到這些事情 阿楊可能聽過 阿潘可能聽過 更加在你這麼理性人裏面 你首先聽一下 然後希望你能夠一句 解釋得出他裏面的關係是怎樣的 現在就是那個私生人面像的問題 他講一個迷語 那你就要答到答案 因為我將這個經驗 跟大家說 因為我們認識最挑機的就是探長 逢機必挑 也不是贏的 但是就是挑到別人要敗走他才開心的 他一定要贏 贏得到就不知道 沒錯 他一定要贏 他會爭到面紅耳綠 血壓上升 總之不適一切都一定要贏 九催二十四 他跟我爭了一個多小時 哈哈哈哈 其實本來是他輸了 但是因為他不能停 他不能放棄 他不能輸的 他不能輸的 但是我跟他說這件事 第二個故事的時候 他也不能輸的 甚至是強於他 我意思是他強是強爭 對 那種好爭的 沒錯 那種劇 其實他也挺厲害的 他永遠都不服輸 一邊找一邊找些東西 我喜歡跟他聊天 結果都爭不了 那件事 如果他也爭不了 你那裡真的很厲害 那種劇情很強 龍生五子 有一個是曾仲 就是他 他終於爭辯 可能是龍的九子裡 其中一隻 我是韜鐵 只是吃東西 不停吃 不停吃 我今天就說 我是閉藝 兩件不可思議的事 第二個 我說探長也不能輸的那個 但是第一個 大家是第一次聽的 包括仰來次官 你也會第一次聽的 就是第一次聽我說 你可能第二次聽過 好 就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 道家有一件事 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包括很多 所謂的四大名家風水師傅 都似乎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說過這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每一個人 在生 就是你我 大家坐在那裡 其實我們的原神 就是我們的靈魂 它有一個本處 那我本處 它是有一間房子的 就是叫做原神殿 那這個原是誰 那個原呢 就是一原 就是一原 很害怕 我覺得春 一個是神仙的神 上帝的神 另一個是早晨的神 沒有了日子 兩個都是通的 一個是元神出竅的元神 生神八字的神 對 生神八字的神 代表你的星獸 元神 今年直年太歲 是甚麼星君 但是用神字的 代表星獸 英俊 孩子 你給媽媽做節目 媽媽在做事 他有沒有元神 他專門在我做事的時候 來搞我的 抱著他 我煮東西他一直在廚房 所以我買了一條背帶 媽媽背著兒子 我就決定背著他 做節目也要背著你 放你下地 好了 這個元神殿是怎樣呢 就是說 如果你找到正確的人 你可以去看到自己的元神殿 這有兩個方法 一是找人去看 他告訴你 第二個就是 你跟他去看 他帶你去看 這個呢 我見有些人的形容詞 就是秘密花園 他就會帶你去看 你就親身去了 否則他會帶你去看 整件事是挺有趣的 就是怎樣呢 舉例 你說我甚麼都不相信 但我好奇試一下 你又可以試一下 出來的結果 又有些不同 首先他會看到甚麼呢 就是他會去到一個地方 看到房子的外貌 有些人就是草屋 茅屋 有些人可能是一間石屋 木屋 他在外面就會形容 譬如說你是 那間屋是坐甚麼 向甚麼 哪裏有水流 天氣是怎樣 大門向甚麼方向 外面有沒有交通工具 到門有沒有門釘 門闊多大 上面有沒有牌匾 有沒有字 很有趣 譬如舉例 楊漢群 今天來找一個道長去看這件事 那麼 他就會說 咦我找到幾個楊漢群 幾間屋 誰是他呢 對 這個時候 就說 超 你想挫我 你想拿多點料 你可以不說 你可以不說 然後 他就會 對到誰是你 這個我覺得挺有趣 挺神奇的 例如舉例 我一個呢 就是 啊 兒子 你又上來 弄得我 媽媽很忙 說故事 抱住他 抱住他 不然你斷續了觀眾 不喜歡的 是呀 我也覺得是 你先照顧他 阿潘先生 好 我要說故事 我很忙 我說故事已經很差 好了 那皮呢 他就說 你這間屋呢 在外面看 兒子的皮 就是坐 北向南 嗯 接著大門 就開是東位 接著呢 他就形容 形容一輪 接著呢 他就說 天氣又怎樣怎樣 接著呢 他就會說 譬如說 你這間屋呢 那門呢 是油紅漆的 嗯 那就有三排釘 接著有一對燈籠 這個時候呢 他就說 你是一個學佛的人 舉例 學佛的人 修行的人 他這間屋 就有不同的特色的 那好了 那這間屋呢 譬如在外面看 其實代表什麼呢 他就看到 你這個人呢 這一世人所謂的格局 就是譬如說 你到底是什麼格局呢 你什麼是什麼 那你現在不想見到 那些什麼草屋啊 寮屋啊 木屋仔啊 一吹就倒閉了 那當然是豪宅 那當然越大越好 那當然越大越好 那最好 是啊 有漆有盛 很漂亮 就是你這整個格局 然後他就進去裡面 他就會看到那個花園 嗯 那譬如花園裡面呢 他就代表不同的東西 譬如呢 花園裡面呢 就是有什麼 有什麼植物 藍的呢 通常是樹 女的通常是花 嗯 那譬如舉例 有沒有很多蛇蟲鼠蟻呢 這樣 有沒有很多昆蟲呢 石仔呢 那這樣就代表不同的東西 譬如說 石仔就是小人啊 多不多啊 然後譬如你有那些照壁呢 你知道以前古代的屋就是 如果大屋啊 他進去有個照壁 因為他覺得鬼是走直線的嘛 那照壁就是辟邪的嘛 就是不讓那些鬼穿進來嘛 那照壁上面有些什麼畫像啊 有沒有掉漏啊 那譬如說啊 那個長角掉了些什麼 沒有了磚 或者什麼呢 他譬如推演到 你的左腳有斷過 哦 是的 那譬如那個長身斜呢 就可能 你的腰是有S的 就是那些scoliosis 那些腰骨呢 是不直的 那我問過幾個人呢 是很有趣的 對出來是對的 總之他的東西看得很準 不是撞的 就是從那個屋 是看到你的身體狀況的 是 即是說有個原神殿 譬如好像Milton那樣 有個原神殿呢 是他的名字的 嗯 如果有幾個人都叫做豬 什麼什麼呢 他那個人可以找到 誰才是他的 是的 然後裏面呢 就有些關於他的東西 是的 還有很有趣就是呢 你發覺呢 那個人好像是現場一樣 現場是直擊一樣的 就是告訴你 是怎樣的 他在外面看 如果你的房子的大小 如果你的房子越大越豪華 又有很多層 就是你的財富規模 嗯 那你說不是 但是我現在是一個窮人 這樣 但是你說我的房子很大 這樣 那就是 如果你的房子很大 但是你現在是窮人呢 就將來會發辣 是的 譬如說 譬如我們的首富 這樣 如果呢 早五十年前 他去看的時候 說 你現在 怎麼看子暗成這麼大 但是當時他還在穿膠花 就是說你第二天就行了 老婆都沒娶 其實這些不用擔心的 這些大藥就會大故大怪的 是的 然後他就說 沒有可能啊 說老婆都娶不了啊 這樣 是的 不用見的 後來就娶了一個很有錢的老婆 然後開始黏黏膠花就發了 然後呢 他進入那個花園 那個花園的大小 種些什麼樹 譬如說 如果見到無花果樹 就不是那麼好 為什麼說不是那麼好呢 因為就是說 沒有難有子女 哦 是的 嗯 無花啊 是的 他有些不同的比喻 不同的隱喻 譬如 我有一個朋友 看著他就說 他有個國庭 即是他條命挺好的 間屋挺漂亮的 也都一說 譬如說 他是修道家的 一看間屋就知道 你有沒有宗教信仰 還在外面 一看就知道 即是你是道家的 基督教的 佛教的 天主教的 在外面一看間屋就知道 你看一個有錢的 即是在美國的猶太人 還是你是在耶路撒冷的窮猶太人 也在這間屋裡有看到 但我的問題就是 你可能很準 但我現在很有錢 你看到 那間屋就是茅屋 即是我將來會 很糟糕 那我怎麼可以改名運 沒得改 哎呀 當然要聽下去 當然要聽下去 你剛剛講宗教 按道理 基督教或伊斯蘭教 都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做了就是違反上帝 這個就是精彩的地方 因為我真的有一個朋友 試過他真的信天主教 但他好奇試 他進入他家屋裡 有一個所謂的神廳 拜神的房間 他真的說是十字架 他說是藍白色的佈置 十字架 有聖母 他就知道他是信天主教的 就不是基督教的 接著我就問那個人 我就說 咦喂 你會事先知道 不會 我說你會不會見到那些神 是你不認識的呢 就是我以為大哥拜火教那些 是不是 萬事達擺在那裡 那你怎麼認到他 或者印度教那些神呢 你怎麼認到 他說沒有的 唯有形容給他聽的 就是象臂啊 或者是 有個猴子臉 對呀猴子臉 他唯有這樣形容 如果我不知道他是誰 那我就覺得 哇 挺有趣的 你想想你第一個聽到 就是你家屋什麼款 可能是很瘋狂的 如果你家屋很小 破破爛爛 那樣 那樣 然後我就說 入到花園 然後他就說 那裡有個艇 石造的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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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有一張桌和一張椅 然後呢 又像我朋友的情況 因為我朋友 是不喜歡跟人社交的 即他是 什麼都一個人搞的 又不喜歡跟人合作做生意 總之是一個 Lone Wolf來的 然後呢 就說他那裡外面有什麼 譬如有個水池 水池又有他的代表意義 水池又代表他那個 這一世帶來的錢 有多少 有些人是 住大屋 譬如說你去李嘉誠家裡打工 做個崩會 你也住大屋 但是不是有錢 不是嘛 就是所謂的富屋 貧人 接著他就一格一格 這樣進去看 是不是很過癮 你覺得 我覺得很過癮這件事 做什麼你們兩個 不是 我就說 如果他看到我 那間屋不太行 那我可不可以把他變大 哈哈哈哈 即是如果你變不大 我不想知道 是不是才知道 為什麼 或者婆婆樂樂 婆婆樂樂 有沒有可以裝修 我寧願不知道 有沒有可以裝修更漂亮 即是這個故事就說 那些人如果 我告訴你 你剛才說的事情 我告訴你 我有一件事 我有個叔叔 就是 我很尊敬 他有很多故事 現在還在 80多 90歲 他就很有幽默感 他說這些人 就不需要煩惱 因為有一本 檔案 那本檔案 你可能不知道 放在哪裡 但是寫了你所有的東西 是 所以 你如果找到那本 有得說 這個就是下一個故事 我要找你叔叔 出來聊聊天 所以你什麼都不要想 寫在裡面 這麼像 孫悟空 走到炎羅王 生死賊 把生死賊 畫了自己的名字 不用死 不錯 但是他很開心 這個人 我聽到現在 我覺得 最大的問題 就是 誰能夠看到這件事 帶來看到這間屋 誰能夠有資格 次官 我認識那個人 我想幫你安排一下 讓你試一下這件事 好嗎 好啊 你有興趣嗎 有 有興趣 但是我就說 這個人是什麼資格 他是不是修過道 還是他信過什麼 還是拜過什麼神 還是天生出來 有這個能力 我不知道 好啊 然後我們剛才說 你看到這間屋 你就知道我們這一世的 所謂的格局 成就啊 格局成就 不代表你現在的運勢 譬如他看到你這間屋 很漂亮 但是呢 外面晴天霹靂 接著 譬如 如果他經常飛 經常出門的話 他門裡有一個馬車 馬車有多少隻馬呢 也有寓意的 門有多大 譬如說 門是很小很窄的 小器咯 是吧 做節目經常串人 是吧 他個人肥 但是他小器咯 是啊 就是又霸道 可能多數是女人 那些人呢 可能那些人呢 可能那間屋很大 因為呢 爸爸也給他 但是呢 道門很小 很窄 就是要側身才能進去 那就是心胸狹窄 這個含意有多過癮 那我就想啊 這個 道長如果見到是這樣的情況 直接跟你說 你很小器 那有人就修善 不肯看就走了 那我剛才說 看房子 外面就看格局 不代表你現在的運 你的運 你的運 是第二次反映的 接著再進去 看到花圈 主要是說健康 嗯 花圈代表健康 剛才不是說 譬如有一個牆 那個牆就是照壁 那個照壁 原來它下面有缺角的 你的腳 它只能說出你哪隻腳受傷 斷過 這樣 接著呢 譬如哪裏呢 歪了呢 那條腰原來是有S 這樣 它看不到你 那男人和女人的房子 是否不同 一樣 我以為男人有一條柱 在中間 接著在拜 是嗎 救命 如果昨晚有廳這麼認識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說 夠了 好了 接著他就會進去什麼呢 他就會進去這個名堂 客廳 他會看到裡面 這件事一定要找探長試 不過他不會試的 探長會怎樣 他就會看到 他那個廳 有很多人把他的自拍攝放在這裡 對 你也是 很自戀 沒錯 整個廳面都是他那些 然後用頭髮的 對 接著呢 吹波 頭髮在那裡搖 那些不同的效果 對 很自戀的人 譬如呢 我有個朋友 他是做模特兒 那他看的時候 男還是女 女仔 那個道長看呢 就說 很多他的照片 而他的照片呢 是像專業幫他拍的 對 他像專業幫他拍的 即不像是自己 即那些 即那些 Gordon最流行的 那些 我那些都很專業的 專業自拍 自拍 他是像是被人拍的那些照片 然後他就推 即道長就不認識我的朋友 不知他做什麼行業 又不知他宗教 但是呢 好像so far都對 這樣 接著譬如他外面 你那個名堂那裡 有幾多張椅子 接著有幾多隻茶杯 茶杯 裡面的茶杯 是熱定冬的 不是一本雜誌來的 哦 是 但是沒有在裡面 一杯杯的茶杯 那壺茶裡面 就沒有考究到有什麼茶葉的 讓我下次問一下 但是呢 譬如呢 茶壺裡面的茶 是熱定冬的 嗯 多少隻杯裡面有茶 那些椅子有沒有灰塵 哇 真的很神奇 我覺得很像是真正的 真正的 我聽我的朋友告訴我 他怎麼看的 他是不是要閉上去 進入這個狀態 我的朋友都不在現場 他不是親真去看 因為他說他害怕 但是呢 那個道長就似乎 就好像 真正的 真正的 那些什麼 3D 現在那些 VR Virtual reality 這樣 他戴過一些 Goggles 是啊 他好像在另一個空間 就在看著你的房子 因為那間房子 就是你的 你的 你的原神的房子 那你跟他 是好像 平衡時空 平衡空間 大家是相存在的 但他在裡面是找不到你 因為你的原神出來了 你的原神在你現在的驅學裡面 即是那間房子 那個房子 就是去了街 他就是等於這樣 但是那間房子是你的 所以那間房子應該就是 他知道看到裡面的東西 就是看不到人的 他是幾點鐘去的 日後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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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不要跟你一起看 還是 要不要得你同意 還是他隨時可以鎖匙進去就可以了 他要得你同意 但是呢 你親身去也可以 你不親身去也可以 親身去也可以 親身的意思就是他帶你去 不是你去到現場 去到那個道觀 嗯 去到那個道觀 是的 然後呢 你自己看也可以 你或者找他幫你看 我的朋友害怕 在道觀裡面的一個房子 這個道長才能夠帶你去 看他的房子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知道 因為我的朋友也不是親身 所以他 因為我只知道他給你一個選擇 就是說你想親身過來看 還是 即是你的朋友害怕 所以不想親身去看 是的 因為我的朋友說 那道長在道觀裡面 傳上了這間房子 還是在街上傳上這間房子 什麼叫傳上這間房子 就是在構思 傳上一邊想 在想 哦 他在道觀裡面 就是他要不需要一個作法的儀式 在宗教裡面呢 這種叫傳上 存在的傳 想念的想 傳上 是傳上他僅有一個這樣的經驗 是的 那麼 我用回這個詞 他的傳上是在道觀裡面 他在宗教的時候 還是他自己隨時做呢 我朋友就約了 譬如說 我約你星期五兩點鐘 到時候我朋友就等他消息 即是等他電話 他就把他見到的東西 告訴他 而那個細節 我朋友跟我分享的時候 是很具體的 即是很具體無謂的 而我聽到 我聽到 雖然不及下一個故事 這麼得人害怕 即是得人害怕 不是真的害怕 是準誠度得人害怕 但都相當恐怖 我覺得 因為那個道長 沒有問我朋友 他信什麼教 沒有問他結婚了 什麼都沒有問的 但是呢 譬如他信什麼宗教 他現在發生什麼事 那些 他身體的狀況 譬如說 全部都看到 是的 哪裏斷腳 哪裏可能是頸子的問題 或者 即是開手術 割過盲腸 那類的 腰側彎 那些 原來他是整個容 我想問 我想問 這個道長 認識了你的朋友很久 還是剛剛認識 不認識的 不認識的 你給他什麼 給他一些生神八字 不認識的 不認識的 還有譬如我朋友 譬如舉例 他姓陳 這樣算 然後道長就跟他說 他說 我找到兩個 都是同一個名字 譬如舉例 叫陳小禮 這樣算 陳小禮有兩個 但一個是徐陳 是 徐陳 然後是小禮 一個是陳小禮 然後我朋友就說 後者 他還沒結婚 這樣 就有兩間屋子 就找到 他錄了 就是說這麼多資料 他就去找 我印象中 他告訴我 就是給名字 連月日時間 還有給他一張照片 沒有了 OK 我要照片 給他一張照片 你知道現在的照片 有美圖怪獸 那些照片其實就不是真人 這樣的樣子 就是這樣說 Anyway 你知道我個人很白艷 來吧 我就找電腦合成一張 不是真人的照片 就是我虛構 就是畫出來的 然後給他一個假名 如果拋下去看他怎樣 他會不會又找到這間屋出來 或者他說 沒有這間屋的 就是 我就會做這些事情去試 太白艷了 我不理你 我真的見過有些這麼白用的人 看他怎樣反應 50年代初 被共產黨鬥 鬥到 沒什麼好玩 就剛剛死了一個外母 就拿他外母的山神巴士 給盲宮去占卜 看看盲宮的靈 有什麼靈 那盲宮是大貴大貴的 不是 盲宮占卜下去 如果你占卜的人 過到關 他應該還在這裡 過不了今年 應該玩完了 結果 幫他洗餘的 我不要占卜 占卜之後 他把結果告訴他老婆 就被他老婆 散得不清不楚 肯定 但這個盲宮也很厲害 就是告訴你 明天可能下雨 不過如果下雨的話 應該沒有太陽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被共產黨鬥到不清不楚 就用這些事來治癒 然後回家 再被老婆 鬥多一會 就是這樣 被老婆鬥最大的 被共產黨鬥大 我先說一說 我該聽 如果你是 文福 譬如說你是 用中國的疫經尖掛 你剛才這麼白眼 是知道不到的 因為你一定要有兩個條件 是 第一個條件 你要問一些這麼圓妙的事 是必要誠心 如果你是作一個橫皮的考驗 是哪個神仙都不可能做得到 第二個條件 就是你一定要 那件事是夠大 我不能夠說 我隨隨便 我今天買條六四九重不重 這樣 這麼細微的東西 是沒有或者占卜的 誠意都不行 那就是說 這兩樣東西 在中國的疫經迫勢裏面 是做不出的 第二 就是我說 所有這些奇妙的東西 如果我們去玩它 我可能要付出一個代價 這個代價 你說我完全不信 那就沒有代價 如果你說我半信半疑 這個代價可能會可大可小 所以我看要不就完全不信 要不就不要半信半疑 要不就信了 要不就信了 有後果就自己負擔了 就是百研也有一個限度 我說而已 我不會做 我覺得這些有些 有這樣的經驗 這個是經驗來的 我都試過 好像班先生那樣 玩過一個文米婆 和一個占卜佬 兩個占卜和文米婆 都是流東西來的 就是流東西 它根本是假的 於是乎 一查就查出來 原來 可能是流都不流的 那 因為反而是做一件好事 使得它的真面目已經露出來了 我跟著我去的朋友 都知道有所警戒了 你說是否八研呢 在當年我也是八研 後來我才慢慢看液經 才發現剛才我剛才說的兩個條件 呂黃你繼續吧 液經也有說一件事 就是補充少少少 就是不移不符 還有不移不符 不要大事不符 即是你見古代是非治與勇 即是說除非國家制治 以及制治神明、祖先、家廟 或者打仗 冠遷、尖刀這些人才是問的 你說問他有沒有做六四九 那就愚蠢 還有選哪條仔那些 千萬不要問 治與勇在那時候是大事 只有這兩件事可以問 制治與軍事 沒錯 即是被人抽 對 那個勇是指軍事 軍事是否去打這場仗 當然是死人 所以是兵容相見過勇 所以是非治與勇 是不符的 還有後來就演變到什麼呢 就是這個不移不符 以及不移不符 不疑就是說 你不是去到你沒有辦法解決 即是頭都行埋擠到爆 即是譬如有個手術 那個手術是50%的 醫生的話 你即是叫我買六四九嗎 你明白嗎 即是六四九不中一回事 但這個是衰死人的 那我到底用不用這個方法 已經不是做不做這個手術 我不是理性能夠分析到的 因為有很多外在的條件會影響 譬如醫生會不會之前說 喝了酒 手術會不會不成功 會不會有人為疏忽 好像最近這個名愛醫院 不斷地死人 即是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這些因素在裡面 不是你控制的 那你可以預約 再來那個不義不符 就是我買什麼號碼會中 我賣掉他 我會不會能夠繼承到家產 這些 不公義的東西 不道義的東西 都不能夠預約 那包括所謂的器掛 就是所謂的器弄神明 即是其實死了 有犯罪去問那些 那些是不行的 百意 即是全心 不是 我想我不是想害人的 但他剛才說的不義 就是如果你那個全心不良 不要說你誠心不良 即是說你用那個法術去做壞事 就不行的 是啊 但是這樣說 就是道家本身是不主張 這個東西跟佛家有點相似 不主張干預別人的因果 佛家就是你自己的因果 就自己承受 不就自己改變 那你不好就做好些 就是這樣 但是道家就是說 你不可以干預別人 譬如說別人 就是這樣說 別人閉門打仔 你不明白 因為別人有別人的因果 別人在燒自己的因果 你覺得你去勸交 你勸不到的 因為別人有別人的因果 這樣 即是這兩件事的看法有點相似 但是今時今日 鄰近地區 你知道的 很多那些所謂有法術的師傅 所謂 其實是收錢辦事 他不理你 這個都是小三小四小五六七八九 說要堆壞大婆 照做的 這件事就跟他的文化政策有關 迷信什麼什麼 全部都掃 49年之後什麼都掃 結果根本上那個占卜命理 原學等等很多人都亂了 現在這些出來 出來的時候 有很多根本他沒有道行 兼沒有道德 這個是自食惡果 但是我也認識一些 真的很道義 他多少錢都不做 譬如舉例 這是真人真事 我自己認識當事人 就是那個太太 和外面那個女人 譬如舉例 這個沈米華的老婆 沈米嫂和Mandy 不算 Mandy Liu 兩個女人都是找同一個師傅 如果你不道義的話 你就兩家查禮照收 是 這次老婆給我五十萬元 我就搞到沈米華和Mandy Liu 吵架 接著Mandy Liu 快要離開 因為吵架 又跑來又給十萬元 說要沈米華和沈米嫂離婚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麼我們兩家收最好 因為需求和供應 是我的控制 但是我知道那個師傅 是真的不肯做 不做就不做 而那個例子 當然不是真的沈米華 這是我們可以說 做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人 我這個港澳明人說 你有些風險 都說例子 但是我 我說那個 就是 那個老公外面有個女人 那個女人 外面的女人 最重要是印尼華僑 就用一些法術 噢 印尼 那些鼓 又降頭那些 對 就令到男人很迷他 還有 有了幾次BB 那個太太呢 就在外面找那個道家師傅 那個道家師傅就說 你是不是真的正印 你不可以騙我 那個老婆說 我真的正印 我給你一個結婚證書 給你看 然後他證明他自己真的正印 什麼時候結婚 然後那個師傅 就是那個道長 就查看那個男人 跟外面的女人 什麼時候認識 他確認那個先後關係是真的 然後呢 是去到什麼時候呢 是去到外面的女人 用法術令到他有了BB 那令到原配的婚姻 他自己也有小孩的 受到威脅了 一個男人真的要娶外面的女人 拋妻棄子 就是這個現代陳世美 那這個時候 那個道長就干預 他之前都說 你們自己的因果 我不干預 就是有這些人 但是不多 可能是道長 看到是有法術的成分 是 如果是沒有的話 如果他自然有 自然性的 這個可能是不理的 可能是牽涉到邪術的問題 那道長可能真的會 這個事情 我想到一些 跟這些法術沒有關的 就是有一些 我很喜歡看一些紀錄片 尤其是拍攝那些大自然 野生動物那些 當你看到一些野生動物 譬如說受另一些動物襲擊 或者受了傷害 你有一種慈悲之情 你那些攝影的隊員 就打算去救他 但是他們最後的經驗 你應該要抽離 就是他在你面前死 你都應該不理他 因為他本身有個自然的系統 你走過去救他 其實影響了那個系統 他有這樣的想法 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那些道長 他應該正常是抽離的 就是你這家人 那個老公 和那個情婦 和那個老婆之間 那些事情 可能是前世的宿怨 可能很多事情 我可能告訴你 發生什麼 但我不會改變你的結果 應該 牽涉到邪術的 他就介入了 但是這個有爭拗 但是你看到野生動物 那隻豹咬死了 就忽快 那他當然不會去 你都沒有角色 你如果看到有偷獵者 你就真的要報復 這個例子 就是說他已經介入了 大捷原本的平衡 所以你也介入 將那個惡勢力走出來 令到他本身的平衡可以繼續 是的 即是你突然間鄰近地區的獵人 就為了一條虎邊 走去撞倒一隻老虎 那你當然第一時間 制停他 即是這樣的例子 那現在說回那個 就是那個 原神殿那件事 那剛才說了 那間屋呢 外面看就是你的財富的格局 入到那個花園 就看到你的健康狀況 再入到那個大廳名堂 就是最近的財運 最近的交際狀況 譬如說我朋友 那些杯子 那些茶呢 譬如是暖的 不熱的 即是微溫的 那他就說他 就跟他說 你最近那個 即是有人走茶糧的情況 還有那些杯子 可能只有兩隻 是有茶 其餘的那些 是倒捨了 不知道怎樣 有塵 這樣 那推他那個情況 就是譬如 他不知道是轉工還是什麼 又對的 即是他轉agency 轉公司 嗯 好了 然後還有 你以為那間屋就是 為何原神那間屋是大 比現實那間屋 這麼多 這個我也覺得好笑 然後就去到這個廚房 那廚房 原來很過癮的 就是你有幾多個爐頭 哦 是的 這個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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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官 到底上面是蒸籠 大鍋 即是那些鍋 還是煲 還是什麼 原來跟你做什麼行業有關 精龍代表什麼呢 譬如你要做一些 萬工出細貨的事情 需要時間長一點 那譬如你原來是 是鍋來的 然後火很猛的 哦 原來就可能是這個 短炒投資 對的 你不明白嗎 有些人他沒有短炒命的 即是沒有那些 短線投資命的 那他講一件事 譬如他說柴的多少 水缸 水的容量 的份量 然後幾多這個 那些什麼 調味料 講笑這樣說 養你那個廚房 可能裡面沒有什麼調味料 因為他人不好這些 聖式犬買東西 即是不好那些鋁色 不好那些 無謂的東西 調味料跟鋁色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 好像這樣說 哦哦 那如果我們去 你肯定很多 阿蕭公子也很多 哈哈哈哈 什麼都是辣 即是那個廚房 好像你那個 即是什麼工具都有 他這樣就好 什麼啊 前官 講到這裡 阿呂王 我就另外一個想法 嗯 現在你說的那些 那些 那些道具 那些 那個設置 全部都是中國 國林業社會裡面的 反映出來的 是 那如果這個人 譬如說 不要說農業社會 中國人 譬如說好像你那樣 有兩溝的 嗯 或者那個純粹就是那個 西人來的 嗯 那他是不是都是 在一些中國文化裡面的建築 和一定是 回到那個中國設置的廳 或者中國的廚房裡面呢 他會不會是西人呢 洋人呢 他是美國人 美國廚房 英國人就是英國廳呢 我沒有試過 我的朋友不是西人 但是呢 他是有些得意的 因為呢 譬如呢 我不是說 見到十字架 跟著呢 就見到一個聖母像 就知道他是天主教 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就是呢 他說見到的書房裡面 有很多 不是中文的書 嗯 跟著呢 就推斷他 譬如 他說見到日文書 這樣 跟著就說 當事人呢 就是那個人呢 是促日本文化 或者是懂日文的 這樣 就是這樣的例子 但是這間屋不是西洋格局 我好像聽說是有這件事 但是我朋友就不是了 嗯 而且我發現呢 好像是有 都是古代的味道高 是啊 因為你的爐頭 現在都燒煤氣的 煤氣的 你說燒柴 一定是古代的 是啊 他的設置呢 整個設置都是 中國農村的習俗 古代農村 還有 很重要 是啊 那個生活習慣 來的 那是不是現代人 還是 如果是西人 是不是現代的屋呢 是不是現代的廳呢 是不是現代的廳呢 是不是有沙發呢 而不是有椅子呢 而不是有中國人的茶杯 有鬼佬的茶 飲茶的茶杯呢 咖啡杯呢 這件事呢 紅酒杯呀香檳杯呀 這樣 會不會有 是啊 現在呢 講不到的 只能夠看到這個特別的人 這個特別的朋友 有特別的設置而已 這樣 是啊 我都好奇 我應該問一下 訪問一下 道長 會不會見到這些例子 是啊 但是他每樣東西 Supposed 他每樣東西都是他 symbolic 的意思 那一刻就很過癮 這個不要緊 變成他不是現代的 如果他是西人 是不是用西人的symbolic呢 他是印度人 是不是印度人的symbolic呢 印度屋呢 如果他是西藏人 是不是西藏的屋 和西藏的設置呢 韓國人 有韓國人的屋 有韓國的文化 跟那個文化有關系呢 那個呢 暫時我沒有說 只能聯想得到 喂 我先找到 我找到這件事 然後我再報告給大家聽 你會不會自己試一試 我都挺好奇 但是我不知道 不合適 有可能他說 不幫你看啊 或者是找不到你啊 這樣的例子 不過如果自己不試 就找一個很信德的朋友 而他不介意試 他也有誠心 那就叫他試 我呢 我呢 我聽完 聽到今天這個階段 我又決定不試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另外一個觀念呢 就是 你疑人呢 就物用 你生那麼多疑心呢 根本呢 我在最基本的那個疑心 那個 那個 情況下呢 是沒有法子 看得到我的情況的 我什麼事情都懷疑 因為我是一個 讀書人一定是 什麼事情都懷疑的 嗯 如果這麼重的疑心呢 是不適宜去問吉 問空啊 或者問任何東西的 這些 飄渺啊 虛無的東西的 嗯 所以呢 就算問到都不會準 所以呢 我寧願不問了 寧願 收起自己的算數 等個命運自己走就算了 這樣 所以我要找個第二個人 第二個我相信一個人去試一下 這個就是 有一個每個人有自己的操守 就是如果我自己知道自己是一個 skeptical skeptical的人呢 一個這麼疑心重的人呢 什麼都不相信的呢 我無謂去試驗我自己 又無謂去試驗其他人 嗯 我想潘先生都是這樣的 我現在聽完剛才 次官的 我覺得的經驗呢 我也有些 受到一些啟發 我覺得 我不應該去做一些白艷的事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好像孔子 我都不應該做 是啊 因為現在 或者我小時候 或者年輕的時候做過 現在都不可以做 為什麼呢 我一想一下 就是二千多年前 孔子說 敬鬼神而遠之 嗯 但是他沒有說沒有鬼神 他只不過說那些事情呢 你跟他保持的距離 你信就有 不信就沒有 你最好不要 就是不要介入他 嗯 所以呢 我就覺得呢 我不會去懷疑他 但是我不想去挑戰他 是 哦 這個也是一個很得行來的 嗯 阿楊呢 我想阿楊聽完之後 都不會這樣想 沒有啊 我從來不做的 阿楊不要問 沒有啊 我從來都不做 但是我有興趣聽的 而且好像我的叔叔那樣說 他就說 不想知道那個檔案寫什麼 因為知道了 你又改不了 那你就 這個時候呢 我就要回答一下 本來打算說完 每件事 是代表什麼 是改到的嘛 他的項目 怎麼改呢 這間屋也好 或者今天時間 是不夠的 本來想說 印度的古業那個例子 下一集說 下一集說 這兩個他矜貴的地方 就不是坊間的 算八字或者紫微斗數 看完之後 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印度那套的沾聲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我有講過了 就是中國的十二地支 十二生肖 他說紫醜人卯神智 五味身有出海 其實就是 在印度那裡來的 是約差十二神像的 其實 所以為什麼他開始為老鼠 很多人留意不到 因為 障備財神 是所有 印度的神排第一的 一定要先拜祂 而祂的眷屬就是老鼠 所以是開始為老鼠 而不是貓 貓在印度裡面 是沒有什麼地位的 陰宮珠 好了 所以他就 譬如廚房有很多東西看的 火勢就是代表你 火勢大勢 就是你到底有沒有野心 你的人 你的運勢黃不黃 譬如說你的火勢很弱 就可能你 那個人其實沒有什麼事業心 就是整天打算坐下 不做事 或者對你現在的工作很厭煩 譬如你在那個網台做得很不開心 這樣 那個火就可能很微 不過網台看不到 因為不是錢 就是不是賺錢 即是如果是宅男 就沒有火 還慘過賺錢 要貼錢 即是那個人是宅男 就是差不多沒有火 他可能日日打電話 那些獨男 那些就更嚴重 是啊 燒都燒不著 譬如米糕裡面有多少米呢 又代表什麼呢 代表他 怎麼說呢 有多少的政財不動產 水缸就是流動之金 是的 柴米油鹽就是剛才說的生活情緒 就是用現代化去演繹那些 古代的農業社會 很厲害 是啊 然後還有 柴米油鹽就是你的存錢能力 然後你現在的流動資金多少 即是你窮不窮呢 Supposedly 他進了你的房子就看到了 差不多好像UBS的理財戶口 難怪以前呢 在米糕就貼著水缸 滿那兩個字的 是 我貼錯了到廁所裡 都對的 有入才有出 你不會不能入就出 當然是 入得多出得多 都是對的 所以他挺有趣的 我覺得他的混合就是 除了一間屋的大小 那個廳面是否光亮 有沒有塵 然後你的米糕大小 水缸大小 多少分滿 柴多少 然後譬如你那個水缸 原來有兩個 那些瓢 即是北水那些 你去水去得很厲害 因為我們叫鶴 鶴 一瓢 水鶴 香港俗稱是水鶴 你的漏罪很嚴重 然後你的缸又穿了個洞 他有很多這些 symbolic的意思 然後去到書房 書房通常 你是出書的人 文化界的人 會輸很多 真的輸很多 有很多的書 例如看他的書 舉例 在你的例子 在蕭公子的例子 可能就會見到 金融的書 歷史書 樣子就會是歷史書 文化書 次官會有很多哲學書 如是等等 探想就有很多AV 那些都是一種書 是 一種系列 很多系列 然後他就會發覺 為什麼那些不是書 似乎是一個個的 硬碟 但是他看不到裡面 即是那些硬碟 是那些硬碟的硬碟 是很硬碟的 可能就是睡房 睡房 睡房很精彩 到底是單人床 還是雙人床 你如果是雙人床 你今世會結婚的 但是如果現在這個時刻 只有一個枕頭 就是你未結婚 但是你會結婚 一張雙人床 但是只有一個枕頭 是 就是你將會結婚 你會結婚的 是的 但是呢 譬如說 裡面有一些破舊的衣服 藍屁 舉例 我用你做例子 舉例 是的 你是雙人床 但是你只有一個枕頭 就是Gordon Pony 現在單身的 這樣 然後呢 衣櫃裡面有一些女人的衣服 舊的 因為我喜歡穿女人的衣服 逆鞋 然後呢 有對女人的鞋 舊的鞋 就擺出門口 然後呢 他說那個鞋頭 向外面 就說 原來你心裡面 有一個女生 你舊情人 你依然未放得低 譬如這樣的例子 即是類似這些 很細緻 是的 很寓意 那是同性戀那怎麼辦 同性戀就是兩個枕頭 兩雙男人鞋 如果很恩愛 那現在一張water bag呢 原床電動 電動原床 夠啦 你們那些人 八雙都電動 接著 譬如有沒有蜘蛛網 有沒有桃花 對了 譬如舉例 你桃花多 有很多蝴蝶在外面飛 那些 這樣的寓意 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例子 嗯 啊 是啊 渣男呢 毒瘟呢 關了窗 哦 對了 關了窗 沒有蝴蝶 然後呢 房間黑黑黑黑 還有什麼例子 我想想想想想 我想想想 我來做比喻 比如阿洋就是 有些波衫 什麼英超 他會是 古代未有波衫 雙人床 然後兩個枕頭 拍得很近的恩愛 如果呢 如果說 雙人床 兩個枕頭 一個在地上 一個在床上 就是可能 老公被老婆 踢到地上睡 那些感情不好 可能家暴也不停 是啊 感情不好 會不會單人床有兩個枕頭呢 經常有人過來睡 哈哈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講到這裡呢 第一呢 我就覺得 這個是中國人的文化 的始然 就是鬼佬可能 有很多細節 不是這樣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 他是適用於 這個時代的中國人 他的想法 但是呢 香港人特別適用 如果是在 搖洞裡面 的人呢 比如在 盧澤東 以及江青年代 在那個 陝西 的 山洞裡面 生活可能 完全不是這樣的 第二個問題呢 我覺得呢 他有 他有 地區性 和時代性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他有一個生活習慣性 如果他的生活習慣 不是 好像我們剛才 你描寫這樣的人呢 他的生活習慣是不同的呢 他不是喝茶的 他家裡是喝咖啡的 茶都不知道是什麼 來的 沒見過茶的 根本呢 就不會有茶涼 或者是有個茶杯 喝咖啡 所以呢 對了 喝咖啡又怎樣呢 我覺得呢 這個道長所看到的呢 一定要和那個 當事人 的生活習慣 和他的文化 是 勾上了關係 如果不是呢 沒有這個關係呢 根本呢 每樣東西都講不到 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象徵性出來 因為根本不是這個象徵 我又看過 他講過 大躍州的人 怎麼能夠跟中國人 或者北丹人 有一個同樣的文化象徵呢 時代不同地方不同 我看後 不是這樣想 所以我覺得是普及的 我又不是這樣想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他是一個語言 我覺得他是一個符號學 一個象徵學 語言就是這個問題 我都不是說你的語言 你都不是說我這個語言 那大家的象徵性 怎麼能夠一樣呢 有這個語言 我就是這樣想 如果你給一個現在的一個 譬如說我給一個南美洲秘魯的一個土著 的名字 那他能不能進入秘魯人的屋子 不知道 但是我為什麼覺得那個象徵 其實不在於那個去查去看那個人呢 是因為其實你人這麼多 有人以來的 其實都是那種慾望來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譬如說你一旦就單身 一旦就有盤 你有婚姻制度 一旦就結婚一旦就單身 一旦就未結婚的 那你健康一旦好一旦不好 你財運一旦好一旦不好 一旦有積蓄一旦沒有積蓄 一旦有屋一旦沒有屋 一旦有屋一旦沒有屋 那我覺得他是不需要 我覺得不需要符合那個人 譬如說如果是薯片叔叔來 就是紅酒杯和咖啡杯 和他家屋是不是播著法國電影 如果唐英年來就是紅酒杯 然後有一個地下皇宮 然後有一個泳池在上面 六百九月Hello Kitty 是的 還有就有僭建 有UGL五千萬 我覺得不是跟當事人有關係 因為是道長去看 由道長去解釋給那個人聽 因為共同陸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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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問題的就是 每一個文化有它不同的傳適 就是道長他指的是傳適 他識的文化 原來那個 那個 我不知道誰設置這個 設置的人是不是中國人 用中國文化來判定 是與非 單身與結婚 或者有錢與沒有錢 有些地方覺得 原來沒有錢是好的 非洲 原來大家鬥石頭多就好的 於是 價值也可能不同 所以我就說 如果是一個秘魯的土著 會看不看得到 這個變成一個 中國人的倫理道德 和他的價值觀念 判定是與非 貧與富 寡與眾 變成了這些 這些本身的價值觀念 本身都是值得懷疑和權商的 聽不到 剛剛 我不知道 我不是說 應該用紅色 或者應該用酒杯 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就算 根源去到 那個價值觀 那裡 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它是 用了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 去看這件事 看這些事 或者其他道理 那是這些 很恰當 如果它好像 大洋洲有一個土著 可能完全 這件事找不到出來 找不到個人 找不到房子 都不頂 有這樣的設想 是 這個 果然是獨自學的人 就是獨自學的人 但是這個 今天講不到 因為這個不夠 下一個準備講的 古業厲害 古業我真的沒有一次解釋 我聽過這個故事 古業那個真是全世界 是全世界的 去到哪裏 那個是印度人也好 那個是中華人也好 那個是西班牙人也好 那個是西班牙人也好 愛斯 沒有人也好 總之找到你那個古業 你的故事就出來了 是 那個還是一千年以來的 四千年以來 四千年以來 是很可怕的 當然 大家可以期待下一集 很可怕 下一集可以聽這件事 這一集 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 就是 我覺得他很興奮 就是 因為我朋友跟我說 他沒有跟道長說 他是做模特兒的 他發了照片 他也是就這樣拿電話拍一拍 沒有化妝 很簡單的照片 就發了過去 他舉一些東西出來 譬如說他哪裏斷腳 脊椎有問題 跟著他做模特兒 或者是他書讀得多不多 他的感情情況 這個似是 我覺得你說得很對的 就是中國人用回自己的價值 就是以利益 去分配 譬如說財運 當然是多豪 即是你說柴子 廚房的用具 是的 而且我最印象實在說 就是 這間屋 中國人對房屋的觀念 是代表所一切的 包括現在香港都是 是的 我正想說 是的 即是一間屋大便好 這是一橙 一橙 是的 中國人說 有橙才有橙心 這個橙其實就是他的屋 他的權利 即是他的權利 是用中國人這個觀念去體會整個他的人生 這個是很中國化的一個觀念來的 鬼佬未必是看他的權利 因為他的權利 很多是不是自己的 是租的 一輩子都租的 那權利是否是他的呢 但他的權利 他又不是這樣看的 我剛才說的 其實他的權利 不是真的代表你在現實裏面的那間屋 他是說你的原神 就是你的靈魂的那間屋 那就是說 譬如你的房子很大的 意思是你的格局 你的格局很大 譬如舉例 Warram Buffett 他就是他的房子可能很大的 但他在現實生活裏面的房子很小 很舊的 又駕駛舊車 因為他的格局很大 譬如他是世界第二 有錢人 他的事業做得很大 他經手的錢 影響力很大 我明白 我明白 就是他的格局 你從抽象的格局 變成一個具體屋的格局 是的 這個 中間他就具體 但是我覺得這個具體 和抽象之間 怎樣描寫出來 這裏我都傳了很多疑心 不過今天聽說 打開眼淚 我都沒聽過 既然你的朋友是能夠 經驗過這些 而他覺得是真的 那我只能官網 不知道官網就知道 我都相信會是 你的朋友不會說謊 騙我們 又不需要騙我們 因為他就是說 之後 譬如舉例 有什麼改不了 有什麼改到 譬如家屋坐什麼 向什麼改不了 是的 你知道八卦 以前那個所謂洋宅 有這個 即是說八卦 那樣東西 那就是你坐什麼 向什麼 就是你的性格 和你和陸親的關係 那我就改不了 但譬如你這間屋 那些長身剝落 或者水光滿不滿 有一個瓦斯汪 是的 那些東西就有得搞的 即是他那個道總 進去那裏幫你清潔 是的 即不是單 沒錯 你找一個清潔工 裝修一下 裝修一下 翻身一下 譬如你的漏材 漏得很緊要 會大佬 原來你有兩個水殼 然後還有一個缸 是穿洞的 那他就幫你進去做維修工 會不會有一個情況 有些塵 連屋都沒有 屋都沒有 屋都沒有 就裡面什麼都沒有 據聞死了的人是這樣 哦 是的 或者很快死的人 他就是一片荒蕪的 這樣 哦 我看到燒了 就告訴你 沒有 這個可能是八卦 找一個死了的人的八字 給他看一下 看看他會看到什麼 但現實上真的很多 這裡連屋都沒有 是啊 你想想如果是一個 將來會發達的窮人 現在你跟他說他這間屋 是有七層 然後呢 是一個四合院來的 但是他現在是 跟爸爸媽媽一起屋 窩居在不知哪裏 三百尺 那他會覺得這件事很匪夷所思 你現在可能沒有 將來一定有 太好了 是的 是啊 但我覺得interesting 所以想分享一下這件事 有趣的 好 一個人 因為我沒有聽過 我覺得很有趣 很新鮮 好 今天差不多 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下次講薯葉吧 是嗎 好 次官 OK 今天差不多 是 下次再會 好 下次講薯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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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